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今天对于全球各国来讲 最紧俏的物资是什么 当然是疫苗了 在疫情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 如果你没有疫苗 不能完成70%以上的人的接种 你就很难打开国门 你的经济就会被别人落下 甚至由于没有足够的疫苗 疫情在你的国家有可能再次爆发 所以疫苗非常重要 而疫苗的生产实际上 也将重塑全球的医疗格局 曾几何时 我们在提到医疗强国的时候 我们会说这个美国 会说这个日本 会说这个西欧 甚至还有很多人说印度 印度也一直号称自己 是这个世界疫苗强国 世界医药强国 世界的药房 然而通过这次疫情 我们真的看到了 到底哪个国家有强大的 疫苗生产能力 医疗能力 美国号称 他要领导全球抗疫 他是如何领导的呢 他最开始 几乎把世界上所有生产 疫苗国家的疫苗都买过来了 而且明令美国企业 不允许出口 连原料都不允许出口 美国先是自私的 后来迫于压力 把本国不用的那几千万架 疫苗呢 说要捐赠给别的国家 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大动静 前两天这期峰会 美国总统拜登还说 这一期峰会这几个国家要联合捐十亿剂疫苗 什么时候捐呢 不知道 哎 美国前两天倒是给他的邻国特利尼达和多巴格捐了 捐了多少剂呢 八十剂 他也真是好意思 咱们中国一捐就给特利尼达捐了十万剂 而且又卖给他二十万剂 只有中国疫苗才能让这些穷国弱国小国真正把疫情打败 而且中国疫苗不但好用 更关键的是中国疫苗的生产能率巨大 到目前为止 我们已经向全球超过八十个国家提供了疫苗 几亿剂啊 到目前为止 我国国内接种疫苗已经接近十亿剂了 大家想想这是一个多大的产能 据不完全统计啊 整个2020年 我国的疫苗产能将超过三十亿剂 而到了2022年 我国的疫苗产能将超过五十亿剂 这么多疫苗生产出来 第一满足我们本国老百姓的需求 第二我们要出口到全球 当然我们也会赚的盆满钵满 相对而言 印度本来号称它是世界疫苗工厂 结果到今天为止 印度的疫苗连自己老百姓的接种都不够 谈何出口啊 当然很多人说不着急 美国也好 西欧也好 印度也好 等他们自己国家接种完了 等他们产能恢复起来 到了2022年 2023年 他们也能一年年产个十几二十亿剂 可是大家不要忘了 疫苗要永远打下去吗 不需要的 一个人打两剂 顶多打三剂就OK了 这也是一个赛跑的过程啊 今年明年 我们向全球提供几十亿剂疫苗 甭管这个国家多小多穷多弱 都可以买得起 用得上中国疫苗 那么等他们接种完之后 印度的产能恢复了 美国西欧产能恢复了 谁还买你的疫苗啊 到那个时候 疫苗就真的是烂大街了 可是你也卖不出去了 所以啊 这场疫情之后 整个世界的医药格局 都会发生变化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